在夏日中还是有许多男女的课板影响 这个话题很好笑 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女生都是啊 就像听课的时候学包卫生品 然后很多很多都那里大小的 所以月经的我现在知识 还没有非常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要再退广 做什么职业啊 你变个职业有没有被幸福限制 阿公做包装材料啊 那你做什么 那我做新店 爸爸问了长辈就是发现了 以前呢都有他们的性别知识 都没有通过正确的管道 或者是得到正确的知识 还发现他们以前都有家事分工不平均 比如说重要的事都是由男生决定 家事大多都有女生做 遇到月经就会觉得那是很恶心的东西 所以会出现很多禁忌 而且访问小猴猫 让我们对于月经平成更进一步的理解 了解他们正在经历或是即将经历的新春期 会有什么生理和心理的变化 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听过 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言论 如男生只能玩汽车 女生只能玩洋娃娃 发现女生最喜欢的颜色还是红色 加上男色是蓝色 主要是要让小朋友了解 男生女生是有差异的 但是要互相尊重跟了解对方 我们设计了桌游 里面有加同学认识 正确的概念 经文报导 发现全球许多女性都面临 幸福多高低不下的问题 要玩一样的头背 来这位也评论 不正确 这是一部分的 点击 慢慢的 不靠不靠 点击 不靠快 对 唐 我 现在 通過影片了解網路交流潛在的危險 500多個人參與體驗屋 然後有9成以上的人願意加入我們男孩女孩 站出來又要守護不一樣的行動 我以為大家會很排斥我很害羞 但是就是可能會想說 原來你們都在做這些 但是我們去入班宣導之後 他們都很認真很專注的在聆聽我們的宣導 同學都很樂於聽我們 然後就是以後能去宣導更多的班 其他人會更了解青春其他有性別平等 就是在以前上健康課的人的時候 都會覺得這些東西是不是怪怪的 但是經過這次的很正常的東西 台灣有很多偏遠的地區 有很多小朋友正在面臨性別不平等 還有月經貧窮的問題 已經聯繫了高雄偏遠地區 有三所小學願意讓我們去推廣 小孩女孩站出來 有愛守護不一樣 耶 有哭 有誰 有客人